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LH Couple 我是Matthew 我是Megan 今天拍片是11月3日 我想跟大家更新一下我自己的感情 因为最近收到很多观众朋友 他们inbox在这里问一下 Matthew现在身体最近怎样 有没有好一些 我也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我猜不到自己 原来有这么多朋友会关心我 想跟大家说 最近我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好很多 受伤的状况好很多 也想跟大家说 最近受伤的状况都恢复得不错 现在应该回复以前八成左右 但是还是不能做一些激烈的运动 以及搬重的东西 但大致上来说都好很多 多谢大家一直的关心 前段时间也有很多观众朋友问 Alice Choppel 你们去哪了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出片呢 之前也轻轻地说过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也有很多要做 包括要预备公开试 考日文试 考英语 还有学校的试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兼职 变成我们两个 就真的没什么时间去拍这个视频 所以前段时间就比较忙 所以就荒废了少许YouTube这个频道 是的 好了 今天趁着这个机会 就想和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在日本这年纪的生活的情况 说到香港人去日本生活 基本上大家在网上 都可以查到很多的资料 而且很多都会分享自己 在外地生活的一些情况 例如在日本过得有多好 读书 工作 以至到经营签证有几成功的 其实很快 有很多人都很快可以买到楼 或者买到车的 这些大部分很一帆风顺的例子 其实其实在现实当中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是不是个个都好像很轻松 就可以过这么理想的生活呢 那今天就趁着这个机会 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个人 或者身边一些人的遇到一些经历 那我们都戴上头盔 那这条片就不是影响任何一个人 也都不想透过这个片去恐吓大家 哎呀 你这条生活是很痛苦啊 或者很辛苦啊 而是想透过这条片呢 去同大家 其实来日本之前 大家都可以做一些心理的准备 也都做好一些预期的管理 那到你真的过来生活 无论是留学 还是来经营签证 或者来工作的生活都好 都希望你们可以更加圆满 更加顺利的这样的 那首先啦 究竟我们是怎样预算这个留学的支出呢 那其实呢 了解我们的观众朋友 都知道我们都是一般家庭长大 普通大工仔出身 那长话就不多说了 如果有兴趣了解我们以前的工作 或者财政的背景 可以看回我们的旧片 大概都会有个印象 可以知道我们大概的背景是怎样的了 那都说一下 为了应付我们这个留学的支出呢 那我们都预算了大概有 年多两年的生活费 作为这个储备的 那就是靠个工作 存钱这样去存 但是呢 因为到了后期 一路读书的时候 那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消费 有很多的日常支出 那看着自己的银行户口的水位 都开始慢慢地下降呢 都不多不少 我心里面有一些担忧的 那所以我们其实呢 去到今年年初开始呢 就有这个做兼职的打算了 那都有很多的 所以 现时已经开始了 那就是我们的年初又开始做兼职的 嗯 那但是到现在才有机会去和大家分享 兼职的一些经历和一些趣闻 或者不如也说说除了我们这个方法去做兼职之外 究竟我们其他同学或者其他身边的人 他们用什么方法去应付他们留学的支出 第一种方法就是经营自己的一些业务或者小生意 我也知道其实有很多人在留学期间都会做代购 或者做一些 freelance 工作 在日本就比较方便去做这些代购工作 就是这些叫自由工作 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对这方面就不是很熟悉 亦都没有这方面的生意的头脑 所以这个性质就不适合我们了 第二种方法就比较 common 当然就是做这个part time 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同学其实上学的时候 都一边读书一边就做part time 还有我觉得做part time有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你可以好好地了解当地的文化 还有可以尽快融入到日本这个社会 没有什么可以比做阿努比达更好 是 没错 那我又觉得如果大家打算将来在日本上就业的话 你可以透过阿努比达去累积一些工作的经验 以及人物 因为如果你一直不工作 你一直在学校读书 你不接触一下社会 就会很容易变成一个井底之蛙 我觉得我觉得 还有在工作上接触到的日文 是跟你在读书是有天渊之别的 因为你在学校读书那些 跟你在日常生活做事接触到的日文 那些是更加实用性 以及在日常生活更加用得到 反而你有时在学校读书 读课本的东西 很书面上 对了 对了 那你不会像在工作上有这么多应用的情况发生 所以做兼职对于日后想在日本发展或者工作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对了 那好了 不如说一说我们第一份工作的一些经历 其实我们找第一份工作之前 其实我的日文程度就不算很高 可以找到的兼职的类型也很少 对了 我这两个都很差 对了 没错 而我更加不太懂得表达自己 所以第一份工作就去了酒店做清洁工 这份工作我收到的时候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说 我终于可以和日本人有一起沟通的机会 虽然我最初的时候都是听不明白主管跟我说什么 我每次听他说 都要他多说一两次给我听 之后我就再 嗯 加上他的动作 我才知道原来他的标准是这样 虽然可能大家会说 觉得我们很疯狂 因为算是 价价地都是一个大学生毕业 为什么在香港有正经的工不做 就去日本做清洁工呢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经历有多特别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崗位 都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例如 我国主管是日本人来的 他教我的时候 他很有耐性 因为他知道我是外国人 他有时候教不了我的东西 他会叫个会讲 就是有其他外国同事的 他会叫他过来 跟我说英文 要怎样做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值得 我去学习的地方就是 可能有些地方你不懂的 不要紧要 你可以找别人帮你 加上我觉得人在外地 都不要去介意自己的身份地位的高低 因为我觉得你要接触多些人 最重要是自己是自力更新 所以你所得到的东西 你所拿回的东西是很珍贵的 所以不出来工作 你是不会有这些收获 如果你只是在学校读书 其实你接触的是同学 他可以给到你的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事情 未必是在工作上可以给到你的 而且也很有限 不如我讲一点我工作的主要性质 我负责做清洁厕所 那部分我觉得都很好 都是清洁厕所 都不用怎么跟客人沟通 因为我平时在家里 我都很喜欢把家里打理得好 很干净 那我就看一看 都好啊 都是清洁厕所 那我就去清洁了 一开始都可以的 但是清洁得多 就发现当中的一些地方 我不是很习惯的 就是常常都会接触到屎 是屎 屎坑真的有屎 真的有屎 而且不是很少很多 你知道 可能有些人腸胃不太好 就会噴到周围 那我一开个马桶 我就 立刻把脸都焦了 最后做到 不行了 我还是努力一点 再读书 日文再好一点 那我就转另一份工 嗯 那我和Megan 就有少少不同 她男生就要做一些 潑潑潮潮的东西 而且主要我要做 一个执床 那Megan就是做清洁的 那我们就分开两个部分 嗯 而且我们不会接触到的 譬如她在做执床的时候 我清洁着厕所 其实是 不会接触到大家 嗯 那我也说一下 但我们其实做这份工 就不是很长的 嗯 那我就有一个原因 主要的原因 就是 我执床的时候 执得久 就开始 不知道是不是床的沉满 比较厉 那我做了不久 那些手就开始敏感 就生粒粒 接着就脾掉了 嗯 那到最后 忍不住 就要去看皮肤科医生 才好一下 嗯 其实都是这份工 当中 就 引到自己身体上 有一些 不太好的反应 是 那到最后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 没有再去做这个 part time 是的 找另外一份 part time去做 嗯 好了 那到后期 少少呢 日本太久了 那日文开始有些进步了 那可以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之后呢 那我就开始做第二份工作了 嗯 那之后呢 我就去了做一间零售的店铺 就去做part time了 那那个工作崗位的要求 和以往做清洁呢 就有很大的分别 那除了做一些看劳动的搬货啊 或者收拾这个货架之外呢 嗯 那对于我来说呢 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要和客人去沟通了 嗯 那因为我 做一个店务员 除了是要做收货之外呢 那其实呢 有很多客人呢 是一见到你穿着制服呢 他就会捉住你 问很多问题 嗯 那这个困境呢 当时我是很辛苦的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做那间店铺呢 千奇百趣所有的货品都有得买的 是 你说得出的货品差不多都有的 是 所以呢 是很大的挑战的 那虽然呢 公司是安排了我做食品和饮品 嗯 那但是呢 客人呢 见到你穿着制服呢 是不会你 你是不是负责 只是做食品或者做饮品的 他总之见到人呢 捉着你问 捉着你问 那他问的东西可以千奇百趣 是的 是的 譬如很简单的日文当然会懂 但是可能有一些 用语呢 是 专业一点的 是当地人才会明白的 嗯 所以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譬如有个客人捉着你 好像在香港那样 假设 我想要一支红威宝 是摆在哪里 那我不计你 是否真的对于自己的卖场很熟悉 他就这样跟你讲一个产品的牌子 他就会期待你可以帮到他 嗯 但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样东西 的日文是什么 就是跟你讲一个清洁剂 他不是跟你讲 我想要洗洁精 摆在哪里 他是跟你讲一个 名字 是的 那你当时就会 啊 这个客人想要些什么 我就会很紧张 嗯 很多时候都会麻烦到其他同事 可能我就要 叫咪啦 哎呀 有个客人想要这样东西 有没有同事知道他在哪里 这样 那当然啦 同事都会帮你的 但是呢 你是不多不少会感觉到 同事会觉得 啊 你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懂 是的 又要问人 那所以当时呢 每天上班都很紧张 嗯 就是因为正正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时候都会 有一些 沮丧和失落的感觉 嗯 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懂 是的 当然啦 去到后期做下去 做了之后呢 情况是有改善的 是的 但是始终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 是不可能可以知道 所有日本人 常用 或者常用 他们经常要的东西 是的 我再讲一下我自己 另外一个经历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过 我做食品的 嗯 那我除了做零食啊 饮品之外呢 我还要做一样的 就是 酒类的产品 嗯 大家都可能不清楚 我们两个是 不是 不喝酒的 不喝酒的 就是不好酒类酒精饮品 所以是对酒是不认识的 是的 我最多真的买一罐啤酒喝的 是的 那我说 哇 他们跟我讲清酒的名字 跟你讲威士忌 跟你讲 有没有什么日本酒 有没有烧酒 有没有白酒 我说 我真的 揭露我头 他会说什么呢 他想怎样呢 是的 每次都很紧张 是的 那他又会觉得你很蠢 那么少东西都帮不了手 帮不了手 有时就会听到他有一些怨言 那些外国人 请问外国人都不知道做什么 是的 那我这些都会明白的 是的 有时都会不开心 是的 但是 我觉得 都是一个很珍贵的经历 是的 因为你在这些工作期间 你是可以很短时间 去吸收了很多经验 嗯 还有去充实了自己 在日本职场的一些文化 是的 因为始终 你会给个心理准备 自己觉得 原来在日本工作 是一点都不容易的 是的 所以就给了个心理准备 自己 自己 即是如果将来真的打算 在日本找工作的话 你有个 期望管理是做好一点 是的 就是在工作上 将来有机会 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嗯 你要怎样克服 要怎样跟日本人的同事 去相处 和怎样去建立关系 我觉得是兼职上 是很有帮助的 是的 另外一方面 他做了这份兼职 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他很容易受伤 因为他要做搬货 收货 其实那些货都是很重的 而且很容易弄到自己 嗯 搬搬台台 你知道那些货架很高 嗯 所以呢 那时候我都很担心 他会不会很容易弄到自己 嗯 虽然他也弄到自己 自己呢 周身都有雨 不是那里撞到 就是那里有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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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会休息的 是 就是他休息可能有15分钟给你 那15分钟就真的休息了 嗯 那之后呢 完了呢 就是完全进入状态 就是继续工作 没错 你不要想着有蛇王 日本人是不容许你有蛇王 是的 就是很累啊 休息一下 按一下电话 是没可能的 没可能的 是不让你拿电话 在工作上不可以让你带电话 在身上 而且工作上真的没有休息的机会 你是不断都有工作 是的 所以其实时间都觉得很快 嗯 每天可能你回到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很快就过了 是的 而且是会忙到完全忘记喝水 我不可以说我自己做到有日本人的standard 但是我都尽量去全程投入去做这个part time 那除了对自己有交代之外 那我都不想影响香港人的嘛 是的 留下一个坏印象 被人说香港人这么差的 那所以呢我都尽量做好一点 是的 好了 听完Matthew的part time的经历之外 不如我说一下自己 那我第二份的part time 就是在一间拉面店做的 那那个就在一个大的food court里面 那我就只负责其中一间拉面店的 一些的后面厨房的工作 那一开始呢 因为呢 我去见的时候 其实主管都跟我说呢 所有的同事都是日本人来的 除了我是外国人之外 那基本上呢 一开始听到就 嗯 挺好的 可以练一下我的日文啊 一开始就负责做清洁的 就是洗碗啊 洗地啊 拖地啊 抹地啊 抹地啊 所有这些清洁的东西我都要做的 嗯 之后过了一阵呢 就开始就要教我呢 就是炒一些野菜啦 就做拉面啦 做不同种类的拉面 嗯 那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都有一些专业名词也不懂的 那所以呢 听很多次啦 或者呢 偷偷地寫下啦 就是回家去查啦 那这个过程呢 都 有 学习到不同的生活上面的 山字 因为呢 那些就是我上学是接触不到的 那之后呢 就同事也都会分享很多 他在这里工作的一些的经历 那样啦 那我也很开心的 嗯 是的 我的经历就没有什么好特别啦 但是最特别的就是呢 我每次呢 上班呢 每次都是我做清洁的 嗯 很惨啊 因为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我说我声称我是大力士啦 但是其实呢 有些时候呢 女生都是没有那么大力的 嗯 那呢 譬如我要做清洁呢 要清洁的渠口位的 因为呢 清洁的很仔细的 是那些渠盖呢 要整个拿起啦 然后掃了一些 掉了下去的一些菜渣啦 掃了之后 再要做清洁的这样 然后做完之后 将渠盖再盖下去 其实对于我说很重啦 嗯 所以很辛苦啦 在这个方面 但是洗碗啦 或者是煮食呢 我还OK的 嗯 但是呢 因为太多拉面的种类呢 有时候呢 我会煮错了 譬如她的小的面 我就煮过正常的面 或者她的大的面 我就比过正常的面 嗯 所以这些位置呢 我就有时候就会做错啦 嗯 不过 因为有些同事会提醒我 哎 为什么这里好像少了些东西 因为始终她每天都会接触 所以她会看到我的份量少了 她会告诉我 嗯 嗯 嗯 那我从远距里看着她 在努力地煮拉面 煮拉面 煮拉面之后 嘶 哈哈 我不是很大力的 因为那些同事更大力 不如她的面弄下去 嘶 嘶 看到她对答啊 或者说一些敬語的日文 最难就是日文 你知道 日文 说敬語 我觉得很难的 是的 尤其是在工作应用的敬語 是的 基本的都能掌握到 是的 所以其实呢 透过阿努比多 是可以 令到一个人 在日本 成长到的 嗯 所以我都很建议 如果大家在日本 留学 的话 都可以尽量去参与 做兼职务 是的 可以 存钱之外 就可以练到日文 是的 而且你写你历书 都可以有一个 就是 经历 令到人觉得 你在日本 不只是在这里学玩乐 你也是有 一些实践的经验 是的 以上大致就是 我们留学的一些分享 是的 回顾来看 这一年多 虽然觉得 我们两个都觉得很不容易 是的 但过程学到的东西 一定是比失去的东西多 是的 一点都没有后悔过 这个留学的决定 嗯 而且这个留学的决定 留学的决定 留学的决定 是觉得 我们在人生里面 有一个 很精彩的 的时光 就是 我跟他说 如果以后我们老的时候 要回顾一件事 我想一定是这个留学生活 一定是 因为很精彩 所以到老的时候 要我们回顾 一定不会记得 这段日子 嗯 如果你问我有什么后悔 我只可以说 我会后悔 为什么不能早些实践到这个行动 嗯 嗯 不过年轻的时候 又没有财力去做 是的 都是要年纪大了 存多笔钱 才能做到这个行动 嗯 但是有做多个没有做 是的 我们做了 起码我们都 愿意踏出这一步 是的 有这个经历 是的 我们人生的一页里面出现过 是的 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个 很珍贵的回忆 是的 珍贵的回忆 是的 所以呢 有心是永远不怕辞的 嗯 很多时候 都取决于自己的心态 嗯 以我们学日文为例 以我由零开始 嗯 其实 嗯 要付出的心力和努力是很多的 嗯 但是呢 我们在学校里面呢 我们也都见到一些 是超级高材生的 他也都 呃 就是 呃 呃 很多东西 但是也有一些 是很不长进的学生的 就是 呃 常会埋怨 啊 为什么我读极都不懂啊 这样的 就是 永远呢 常常识得去 羡慕别人 觉得别人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 嗯 其实 他去羡慕别人的时候 有没有去想一下 别人其实付出了多少东西呢 或者多少时间 多少心力 去 在日文里呢 所以呢 我觉得 做人都是 就是 别人 无论成功 或者失败都好 都 不需要去 理会 反而是 自己 肯不肯去努力 去 去 去付出 这样 就是我们觉得他很厉害的同学呢 其实他背后 都付出了很多 时间 心力的 嗯 就是不是真的 你就好厉害 你这么厉害的啊 其实 我们知道他都是很努力去付出的 嗯 所以 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呢 也都要学习 别人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厉害 而不是 只是 一味去羡慕别人 我举个例子 就是以我自己个人观察呢 我见过我们 学校里面都公认是 聪明的同学 人物聪明的 又很流畅 还有学习 还有我看着他们进步得很快 嗯 很多人都觉得他们 他们学习能力一定很高 或者他们是天才 嗯 但是我见到呢 其实他们下課之后呢 是立刻会拿着一些书 去公园温书 去公园温书 是拿着一袋书 接着一个吃饭 一个温书 但是没有人会去见到 他们背后的付出 就觉得 他们很聪明 他们一定是天生 头脑一定很聪明 但是 当然我不否定 他们的头脑是很特别聪明的 或者学习能力特别高 但是呢 可能未必有人看到 他们付出的一些寒水 嗯 相反我见到有些人 另外的同学呢 就是啊 为什么他这么聪明啊 哎 是我自己天生 不是读书的材料啊 或者这样又那样 就放弃自己 放弃自己自暴自弃 但是其实 见到他们空闲的时间 就是去这儿玩 去那儿玩 或者 只在那儿 按Facebook 按IG 或者 不知道做些什么 就是update自己 好辛苦啊 好辛苦啊 或者我做不了 哎呀 都学不懂 那这些其实都是取决自己心态 我觉得 嗯 我们两个其实都不聪明的 但是我们 都叫做 愿意去负出一些时间去 去 去 读书 是的 虽然真的一点都不聪明 但是起码都 过得住自己良心 嗯 是的 看看大家的心态如何 如果你打算来日本 留学打算课分的 那当然 趁着空下时间 就去那儿玩 去那儿玩 是的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 在日本将来发展的话 是真的 不妨花点心血 花点精力 在读书方面 那对于你 未来的脑子 又会很大的帮助 嗯 那最后 拍这条片呢 讲那么多口水 都是想 大家明白的道理 就是很简单 我见过 在网上有一句说话 就是 Youtubers always show how many beautiful lives overseas but it's not true in real life 是的 那这句说话就是 有个朋友最近都有跟我说过这句说话 是的 那我都很有同感 是的 也都啟发到我们拍这条片 是的 因为其实网上有太多过分美丽的故事 个个都好像在哈利波特里面 好像哈利波特那样 被选中的小孩一样 是 过着一个光环的生活 是的 是的 但现实中真的不是个我都这样 在我们学校的 或者在日常生活中 是有不少 在日本生活的香港人的奋斗的故事 是的 真的很努力 为了留下在这里生活 付出了很多心力 嗯 所以呢 我觉得这些 会努力为自己人生付出的人 是很值得我们去敬佩 和学习 嗯 特别是欣赏他们在某些地方 是 特别努力 嗯 去靠自己去付出 去努力 一步一步去闯出自己的 一片天 是的 一片天 是的 好了 今天太多口水了 希望这条片可以帮到 未来打算留学的你们 是的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不妨告诉我们 我们帮到的都尽量回答 是的 嗯 那很多 很多谢大家花时间看到这一分钟 是的 那我们有机会下条片再见 是的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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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